歌声环绕着大礼堂 昨晚女性创作歌手的音乐之路音乐奖唱会在政大登场 活动由资深乐评人袁永新主持 黄远玲 戴佩妮 李星云 班人座坛嘉宾 多位新世代艺人则在后半场开唱 带给观众一场音乐盛宴 参与演出的熊宝贝乐团主唱饼干说 奖唱会内容精彩 他自己也有参与 希望在这次的演唱中 用自己为例子 告诉大家女歌手如何在一个摇滚乐团中找到定位 参与奖唱会的政大中文系学生黄佩婷说 各有自己坚持与个性的音乐人分享 他们的经验是对现在很多想往这个方向迈进的同学很大的一个鼓励 他在奖唱会中也受到戴佩妮鼓舞 而更勇于坚持自己的理想 政大之声记者陈寅如的采访报道